首先,我先把这个档案打开 哇,这样子的一个目录内容 你觉得你的老板会接受吗 这边是不是看到1 然后呢,成功 这中间扣那么多 成功 是不是我更新一下就好了 好,我就去做参考资料 更新目录,更新整个目录 然后呢,好像不太对劲 怎么办 好,那这时候呢 这时候不是害怕紧张 只要你有我的电子邮件 你寄信给我 然后或者是有我的LINE 然后告诉我说 老师,我现在有几件 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可能我三五分钟我就做完 就寄给你了 知道吗 好,不要紧张,不要害怕 我们来看看 怎么做 怎么做,把它做好 而且要不要一致性 例如说1做完 这个2是不是也要跟着做完 当然要啊 你不能说1设一种样式 2设一种样式 这样就不行了嘛 好,请问一下 现在这是不是目录 目录跑掉了 什么东西跑掉了 你知道吗 定位点 这个定位点跑掉了 定位点在尺规 定位点在这边 有看到吗 如果你没有尺规 检式底下 请勾尺规 检式 尺规 请把尺规打开 还有 还有 请你一定要常用 这个样式 然后点 更多 样式的更多 请问一下 我现在游标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目录1 可是有时候呢 有时候 如果你游标是落在 这个整个段落的最右边 它会跑到超连结 记不记得 Ctrl跟 跟什么 跟按这个 点这个文字 它是不是可以快速跳到文件的内容 这就是超连结啊 可是你要记住 我们要修改的是 目录1 请问目录2 是不是也要修改 对 目录1跟目录2 都要修改 可是怎么修改 怎么修改 首先 首先我们可以 这边是不是看到 1 点 然后这边有一个定位点符号 请把这个定位点符号 往左边搬 搬到你想要的位置 例如说 1 顿号 的右边 假设我希望搬到这个地方 放开 还不够 好 就是 如果说你放到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 这个是代表 1跟顿号 那个位置 所以是不是要往右边一点点 然后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很重要一件事 请问1 是不是做好了 那请问 这个2 2 有看到吗 如果没有跟着做好 或者是已经做好 我都建议各位 多做一件事 针对这个 现在游标 是不是选到这个 目录1 所以请把 整个目录1 更新目录1 更新现在这个 段落所在的目录1 然后符合 所有的 就是把每一个目录1 全部都设成这一种样式 可以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 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做 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1点 点点点 这边 这定位点是不是跑到太右边去了 所以就把它 例如说 移回来 移到你想要的位置 就是1点 然后要加一个定位点符号的位置 假设我想要加到这边 可不可以再稍微左边一点点 或者右边一点点 可以 你自己去调整 调整完 我建议各位 一样的做法 一样的做法 要去做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修改目录2 所以游标所在的 这个目录2 麻烦请 这个 更新目录2 以符合选取范围 其实这句话 那个好像是从英文 直接翻成中文 就应该是说 现在这个选取范围 是一个标题 应该是一个目录2 他把现在这个目录2 要去套用给所有的目录2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了 好 点选 更新目录2 以符合选取范围 点一下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每一个目录 全部都设定好了 可以吗 好 所以请你们 要会去遇到那个目录 跑掉的时候 都是定位点跑掉 记住 就是打开尺规 检视底下的尺规 打开尺规之后呢 把刚刚可能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目录啊 跑到右边去了 请把它拉回来 这不晓为什么 就是在换一些 例如说假设你今天用的是2013版 然后呢 到了另外的电脑是2010版的时候 会跑掉 为什么 不晓得 真的不晓得 反正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几乎都是这样来去解决 好 透过定位点的调整 以及刚刚我这边跟各位分享 一定要去做多做这件事 就是更新目录 以符合选举范围 这很重要 而且这是目录一 这是目录一 这个是目录二 请不要改错了 你不要做这一个来去更新目录二 那是不可能的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目录的定位点 符号调整